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4日 請大家訂閱小弟這個免費頻道 以及最重要是按了小鐘 這樣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又覺得內容有用的話 懇請大家做三個很簡單的動作 點讚、留言和將它再分享出去 我們看到2月1日香港有報章 報導了一個叫尼柏病毒 根據01說經過新冠病毒149倍 研究說如果中國爆發病毒 會成為全球性的大災難 就會是下一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01的報導提到一個叫尼柏病毒 可以譯作尼柏病毒 又或者可能很多人都會知道 可以叫做立柏病毒 我們可以看到01的報導 就是說這病毒在中國的致死率高達75% 遠超死亡率是0.5%至1%的新冠肺炎 這樣說法 好像說這個病毒已經在中國爆發了 其實說得很恐怖 另外也看到一些海外的中文媒體 其實也在說類似的東西 就是說專家示警中國下一場大流行的風險 就是立柏病毒致死率高達75% 他說比01更加清楚 他說是預告有這樣的風險而已 以及說如果在中國爆發的話 就有可能引致下一場大流行的風險 但是這個病毒現在是不是已經在中國發現了?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病毒現在最早是在馬來西亞發現的 現在還是在東南亞地區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有趣的報導? 原因就是來自衛報 衛報其實是報導過有一份這樣的報告出來了 就是一個叫做ATM的組織 ATM不是自動跪圓計畫 是叫做Access to Medicine Foundation 稍後再跟大家詳細說一說這個 其實他衛報也有提及的 提及了什麼? 就是說原來那個報告發表的文章 在1月31日曾經改動過 他在這裡特別要提一提 一個還沒改動之前的版本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因為好像在歐美媒體特別喜歡報中國的壞消息 甚至是一些預計會出現壞的情況 都很喜歡拿中國來做一個假想的目標 包括現在這個納粑病毒 其實也是同樣的情況 他說其實在一個早點的宣佈裡面 就是說如果在中國爆發納粑病毒 而且這個納粑病毒的死亡率可以高達75% 這個有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全球性的疫情 其實別人是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們看看01 基本上可以說他抄都抄得不準 直接說到中國已經爆發了 重致死率是75% 其實別人只不過說 這個病本身的致死率可能高達75% 而且從來沒說過已經在中國爆發 只是說有可能 如果是這樣會怎麼樣? 其實海外媒體也是說 也是將矛頭直至中國 其實這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海外版的讀新聞 然後這個讀新聞就在香港 借另一個語言 即是我們中文又流傳了開去 不過這次不是跟大家講解讀新聞 所以給多一點額外資訊給大家 其實我們看看這個 《S.S.S. to Medicine Foundation》 其實也有說到總部類似在荷蘭 其實就是在幫助全球的人類 看著有多少人現在還沒有恰當的醫療保護 其實是一個志願組織 他在2021年出了一個報告 就是將這個藥廠做一個排名 看看他們到底對人類可以接受到 這個完善的醫療覆蓋出了多少力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中裡面有一篇文章 重點說出 就是在比較到底現在的藥廠 是如何對新冠肺炎作出反應 以及到底他們有沒有準備好 下一次有機會發生的疫情 其實這裡他的結論就是 其實現在真的未準備下一次的疫情 不過其實我們普通人去看 他是專家 我不知道他怎麼看 但是我們普通人去看 其實很合理 因為現在新冠肺炎的疫情 也可以說是方興未熬 而且疫苗又真的出來了這麼多問題 以及有很多還在研發中 你一個還沒搞定 你又如何去準備其他那些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些要求過高 矯枉過正 以及很有趣 他比較了在他的清單裡面 就是說有17家公司 當時在研發中 或者研發了新冠肺炎的疫苗 又很有趣的一件事 小弟在裡面看不到一家中國公司 所以其實他這次的所謂全球性研究 到底多有代表性 真是見仁見智 竟然可以連我們中國公司也不見他在榜上有 其實你說真的是不是沒有人留意到 我們全球性的組織在世衛也有留意到 如果我們看到世衛的網頁 就是上面寫明 納粑病毒其實就是一種病毒 RNA的病毒 這樣他可以人身體導致很多種不同的病徵 從完全沒有病徵的感染 去到呼吸系統的倒膽 甚至是致命的腦膜炎也有可能 而且這個病毒暫時發現了 就是死亡率大概估計是由40%到75% 如何醫治呢? 暫時還沒有醫治 就是看回病徵 舒緩病徵的療法 其實這個病毒也是在蝙蝠上才找到 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蝙蝠身上帶多少個病毒 都是對人類和對禽畜都有害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接觸這類野生動物太多 而且在疫苗方面暫時還沒有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看 第一次爆發納粑病毒 其實就在馬來西亞半島 是1998年的時間 沒錯 其實這個病毒已經很早第一次爆發 甚至比冠狀病毒的爆發更早 因為我們大家記得記憶很深刻 其實沙士冠狀病毒的人類的爆發 其實沙士就在2003年 所以現在就看其實它比沙士早五年 但是沙士其實中間已經經過幾個不同的冠狀病毒的爆發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納粑病毒 其實一直到現在香港人都不太認識它 所以需要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它本身是屬於一個叫做負黏液病毒科的病毒 其實這個病毒科裡面有什麼可以說是人類比較熟悉的呢? 就是例如是包括這個 人類比較熟悉的 包括榨塞 包括麻疹 以及下呼吸吸吸合症的病毒 其實都會屬於這個範疇 其實我們也知道納粑病毒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這樣就可以見得到 就是如果我們看回Wikipedia 上面有納粑病毒 這麼久以來感染了多少人在哪裡爆發過 其實做了一個清單 清單當然很多 但是簡單來說 就是集中了在馬來西亞 以及在萬加拉 以及印度邊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暫時這個病毒仍然屬於一個我們叫做封土病 就是說它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會爆發 老實說 有沒有在人煙囂密的地方爆發過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在馬來西亞、萬加拉 甚至是印度 其實人煙都很囂密 所以為什麼他們這個機構要特別說 如果這個病毒在中國爆發的話 可能會造成下一個疫情呢? 其實小弟覺得 可能某程度上是西方人、白人的習慣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他們都會 用他們的想像力 就是把一些事情套在中國上面 甚至連一些爆發點 可能都要這樣硬套在中國上面 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目的 是一個習慣 還是一個故意做出來的情況 小弟真的很難說 但是如果我們看看 他在印度和萬加拉也曾經爆發過 而又沒有造成他所謂的全球性爆發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印度、萬加拉 其實他們的醫療情況也不是十分好 這樣也沒有大爆發的話 其實這個風險真的未必高 不過 很恐怖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死亡率真的很高 因為由四成到七成半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這些地方旅行的話 其實也不要掉以輕心 如果按照世衛所說的 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不要接觸野生動物 以及不要喝一些天然的椰棗汁 因為椰棗汁很多時候 他們也是蝙蝠很喜歡的一種食物 所以有可能會支援這種病毒 而且這種病毒 是會在人和動物之間互存 所以接觸動物的時候 也要留意做好防疫 例如洗手等 留意這些事情 其實大致上來說 中國應該仍然是安全的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人類歷史上 真的已經經歷過很多次傳染病的大流行 其實BBC這個網站 小弟也會把他的網址放在這次的標題列中 大家有興趣可以進去看看 因為他總結得很好 他由鼠疫天花 一直說到現在最新的新冠肺炎 中間也經歷過有霍亂、流感 其實也是死亡很多人 傳染了很多人的病 甚至是愛滋病毒 以及一些沙士和中東呼吸道綜合症 其實剛才也說到 如果是講回冠狀病毒的話 其實是遲一點 遲過納白病毒才有第一次爆發 納白病毒1998年在馬來西亞爆發 沙士就在2003年 香港華南地區有爆發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沙士是遲些出來 但是中間已經有爆發多了一次 就是中東呼吸道綜合症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這麼看法 冠狀病毒的傳播能力 以及冠狀病毒的可怕程度 以及風險 實際上應該比立法病毒高 當然我們不可以排除 如果立法病毒突然間有什麼變種的話 會不會導致傳播性能特別強了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不過如果現在已經做好疫苗的話 到時候如果變種疫苗無效怎麼辦呢? 所以小弟也覺得現在藥廠這樣做法 也挺合理的 因為才解決了眼前的問題 當然最新冠狀病毒的爆發 就是我們看到的 新冠肺炎 2019年底 2020年大爆發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人類已經經歷過很多這樣的事情 甚至現在的全球症大爆發 其實如果說死亡人數 感染人數 甚至沒有以前的病那麼多 當然 我們作為人類 我們不希望看到人類有這樣的大災難 其實真的講回這篇報告的重點 《Access to Medicine》這個報告的重點 其實他最重要是想說出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藥廠 其實它根本不是為了人類的福祉 基本上還有一件事 如果沒有利潤的話 根本他們不會去研究藥 他也有說到 其實他們對貧窮或者發展中國家 他們的支援是十分不足的 基本上他們沒有提升過發展中國家 醫療上的支援 甚至新冠肺炎的疫苗 他們也沒有主動去開發 直至當一些發達國家 有錢的國家 開始都接受到感染了 受到新冠肺炎威脅 他們才開始去做事 可以看到這種藥廠完全是金錢掛稅 根本對人類所遭受苦難 可以說是麻木的 而且不僅是藥廠 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的發達國家 也在瘋狂搶購疫苗 在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加拿大這也是發達國家的表表者 甚至現在已經訂購了的疫苗 足以保護四倍國家的人口 大家留意是四倍的人口 他佔這麼多疫苗是做什麼 其實基本上可以為一個恐慌去訂購 而且也可以從中看到 歐美的所謂發達國家 他們骨子裡那種自私自利 是令人覺得非常恐怖的 他們完全不會去想 窮一些國家會不會不夠疫苗 只顧著自己一直不斷買 因為他有錢買 所以可以看到 如果是這樣做的 真的窮的國家 就一定要在這個疫苗 其實也很老實說 我們也看到 發達國家爆發得最重要 而且在發達國家不理會的情況下 讓它們輸出了很多感染者、確診者 去窮的國家 讓窮的國家也爆發了 其實窮的國家又因為他們這樣搶發 根本沒辦法買到疫苗 其實對他們真的很不公平 所以其實世衛組織做了一件非常好 叫做COVAX 小禮之前也有介紹過 就是世衛組織嘗試去全球平衡新冠肺炎疫苗的供應 希望讓窮的國家、發展中國家 都可以享用到疫苗帶來的保護功效 所以這裡是不得不讚 世衛真的做得非常體貼、做得非常好 完全不是歐美國家的故意抹黑 所說的 並非真正的事實 我們看到它真的是為了全人類在戰鬥 另外也不得不提的 就是為了中國在今次新冠肺炎的疫苗方面 也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當開始研發疫苗 已經確認了中國的疫苗 將會成為全世界的公益產品 就是說其實只是收回成本價 就不會用來賺錢 如果我們跟西方現在的所有疫苗 沒有錢賺就沒有疫苗的話 其實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真正正為人類著想是誰呢? 其實是我們的中國 不像西方媒體所說的 一直在抹黑我們中國所做的事情 大家希望這件事情 大家作為中國人 我們自己一定要看清楚 以及告訴身邊的人知道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剛才你也說過了 如果大家喜歡小弟這段影片 覺得內容有用的話 很希望大家做三個簡單的動作 點贊、留言和再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大家先來閉嘴 感谢观看